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10月7号至9号在浙江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 从战略全局高度,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在加快数字化转型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李强首先来到海康威视公司 查看物联感知、人工智能等技术产品 以及数字化赋能情况 指出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要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促进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在前塘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 李强听取浙江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情况 与前来办事的企业人员和中心工作人员交流 李强强调 要从企业需求出发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 调动社会资源 做好增值服务文章 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李强考察了杭州程西科创大走廊 在浙江强脑科技公司查看脑机接口产品演示 李强指出 这些产品的造福渔民更加彰显了科技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产品研发应用 更好地为人民生命健康服务 在广力微电子公司 李强听取浙江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情况汇报 了解公司技术研发情况 李强强调 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 推进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发展 提高自主可控水平 调研中 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浙江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业负责人发言 李强指出 要大力推进数字科技创新突破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聚焦战略前沿 培育数字产业集群 努力在数字经济新赛道争先领跑 加快网络 算力 应用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提升平台经济国际竞争力 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支撑能力 李强强调 数字化浪潮也是一种变革性力量 必须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 为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赋能 当前 特别是要以数字化转型 推进新型工业化 突出重点领域 大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突出关键变量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李强充分肯定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希望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 在数字化转型上 勇当先锋走在前列 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吴正龙陪同调研